好 像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兩段 假使說這兩段是依不同的時間做的 一開始我是先做這一段 可能一開始在前面的時候先做這一段 到了後面那麼需要的時候 才又做了第二段的曲面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像各位你注意看一下 我把這個先刪掉 像這是第一段行程 假設這是當初第一段就先畫好的 那到了很後面 比如後面你又需要再做一段下來 那一樣可以用我們的層疊拉伸來做 我先用層疊拉伸來做 好 疊層拉伸 選到這個的邊邊這樣子 它會讓你選選到邊邊 然後再選這條線 再選這條線 你看就起來了 起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它是這樣子 就這樣切下來 好了 那現在呢這兩段其實沒有 這兩段其實沒有融合在一起 它還是各自獨立的 怎麼知道呢 我們去倒個圓角就知道了 來 我們要倒圓角 這個圓角 如果我們點一下它 好 各位會發現 它沒辦法倒 它倒不上圓角 無法倒上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 這一片 這一片是獨立的 這一片也是獨立的 兩片是各不相干 只是靠在一起 所以它當然不會跟你倒圓角 所以呢 請各位這時候怎麼辦呢 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要用這一個 好 我們講 編織的曲面 編織的曲面 把它呢 兩片呢 都把它點進來 兩片都把它點進來 兩片都把它點進來 在這邊 有沒有 兩片把它點進來 OK了 慢慢打工 好 現在呢 它是不是一起的呢 它已經我們把它編織在一起了 我們再做一次圓角看就知道了 死就可以了 好 固定半徑嘛 點一下以後 各位會發現它就可以導圓角起來了 所以呢 如果說假設 各位現在自己在做的時候 發現有這種情況 就是說 欸 這兩個面 我要導圓角導不起來 那就代表 這兩個面 因為它們是各自獨立的 那你是不是就是 用這一個 所謂的編織的方式 把兩個弧面 編織成同一個 把它呢 融合在一個 那對於這個交角處 你就可以把它倒一個圓角了 好 要不然如果是各自獨立的 基本上是無法倒圓角 好 那麼 我們用這個圓角來測試給你看 獨立 它有編織跟沒有編織 它的差別性在哪邊 有編起來 這兩個有編織起來 有成功 這個交角處可以導圓角 萬一沒有編起來 這兩個還是互相獨立 那你這個圓角是做不起來的 它是不會理你的 OK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分兩次畫 就是說分兩次 第一段的斜面 第一段的斜面完成以後 再來做第二段的斜面 那麼呢 讓它有產生轉彎的感覺之後 然後我們再靠著這個編織 把兩個不同時期做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曲面把它合在一起 把它縫合在一起 這樣的話呢 又重新可以針對交角的地方做導圓角 這等於剛剛我們說講的這個部分 提供您做參考 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情況是你在編織的過程當中 在